新鲜的鸡蒸 顶刀 厚度在3毫米左右 全部都切好 来把鸡蒸腌制一下 葱姜不可少 叉烧酱 来两勺 盐 味精 白糖 叉烧酱里甜味比较足 不用搁太多 老抽让颜色更厚重 生抽调节味道 腐乳汁增加复合香味 自制的花椒水去腥的效果非常棒 这么多的玉米淀粉软化肉质 戴上手套 扎拌均匀 来少许食用油 锁住鸡蒸的水分 放到冰箱里冷藏 腌制两个小时以上 腌好以后 直接倒入比较平的盘子内 可以把葱姜都挑走 盖盖开锅上汽蒸20分钟左右 时间到 关火 开盖的味道 闻着就很香 要给它晾到凉透 晾到凉透 避出汤汁 香菜 葱段 香醋 自制的红油 鸡蒸本身有咸大 搅拌均匀 装盘 我们的鸡蒸就拌好了 为什么选择蒸不是水焯 不是过油 是因为可以保持食物的原汁原味 口感也会更嫩 非常入味 该脆的地方脆 该嫩的地方非常嫩 叉烧酱的甜口非常好吃 加上一点点香醋 酸甜解腻 凉拌一下 味道很不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